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支持台湾 但是不欢迎把台湾给武器化 好 听到马前总统的说法 吴钊燮 外交部长跳起来了 好 他马上就回击了马英九 他说呢 你看到海外去指责支持台湾的人 让人非常遗憾 政治人物到海外 应该要呼吁其他的国家 给台湾更多的支持 然后呢 我们的外交部也跳出来 攻击马英九说 内容背离事实与民意 刻意迎合了中方立场 深感不解 高度遗憾 就是叫美国部分有心人士 不要把台湾给武器化 怎么变成是迎合中方的立场 这个逻辑 怎么好像有点 跳得有点快呢 好 问题是我们来看看 美国是不是有部分有心人士 好像想把台湾给武器化呢 这个呢 我们来看到欧布兰 大家都很熟悉了 白宫的前国安顾问 他先前不是说台湾应该全民人手一支 AK-47步枪吗 这有没有想要把台湾给武器化呢 再来看到这个是美国的众议员莫顿 他说如果大陆侵台 那我们就炸掉台积电 好 再来看到这个呢 是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 拉玛斯瓦米 他说我们要捍卫台湾 但是是捍卫到2029年 为什么啊 因为呢 美国半导体到时候就自主啦 我们只要捍卫台湾到2029为止就好啦 请问一下 这样的朋友叫做支持台湾吗 好 所以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就说了 马英九在大陆高喊中华民国 然后在美国又呛瞎 别想把台湾变成乌克兰 请问民进党到底谁有这种尬词呢 好啦 所以什么人的好朋友 会整天要你去送死 整天想炸掉你的传家宝 这样的人真的叫做支持台湾吗 立文怎么看 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美国人有各种人 有很好的人 有全世界向往佩服支持的人 那美国当然有很多人渣啊 这是很正常 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呢 那在美国的华府 在他们的政治的场域里头 各种不同的政治言论 政治主张 非常的多元 那么里头有我们中华民国 几十年来长期的盟友 坚定的支持台湾 但是也有这种半路出家 莫名其妙 甚至于是军火贩子的 也在所多有啦 有些根本搞不清楚两岸关系 根本搞不清楚世界局势 然后只是出来蹭声量 或者是说只是帮他选区的人 找选票或找钞票的 这种政客也很多 这也很正常 但问题是身为主持中华民国主政的政府 你要懂得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嘛 你要巴结 你要巴结对人啊 你不要带完全看不懂 这种好坏分不清楚好坏 可能会把台湾出卖的 可能会危及台湾安全的 你一天到晚去抱他大腿 真正正直的 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 你对人家完全不认识 陌生也搞不懂 所以今天马英九的谈话 不愧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他就是有前总统的这种格局 不卑不亢 他对美国人这样的喊话 就是因为他瞧得起美国人 就是因为他尊重美国人 就是因为他知道 美国是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 就是因为他知道 美国有很多优秀的美国人 有很多我们的盟邦 但是也有很多这种 我刚刚说的 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分子 在那边蹭来蹭去 所以马英九他才以一个 前总统的身份 告诉我们的友邦 告诉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 今天美国有这种人 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军火贩子 有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 有这种要把台湾武器化的 这些不但不符合 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 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更不符合世界的利益 所以今天这个立场要很清楚 不要把美国 昏哼稀里呼噜的 统统混在一起了 那糟糕的是民进党嘛 那民进党为什么 专门找旁门左道呢 民进党为什么一天到晚 就花大钱去邀请在美国 有高度争议 不受欢迎 记录恶劣的人来台湾 然后捧的跟什么一样呢 美国没有优秀的人吗 身为全世界第一大超强国 各个领域都有非常优秀的人 你不去结交 你不去找 你一天到晚就找这种 连在美国本土都不被认同的人 这是今天民进党政府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吴钊燮你还有什么脸啊 在马总统的面前 你真的什么都不是啊 然后用这种语言 就是最糟糕的政治语言 没有是非 没有格局 更没有国家的 这样子的一个利益的考量 就只是想要给马英九 扣上一顶红帽子 全中华民国 不要说民进党 连边都靠不上了啦 身为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到中国大陆去 虽然是一个私人的探亲之旅 扫墓之旅 圣中追远 但是他还是维持了中华民国的尊严 在中国大陆 还给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上课呢 让他们了解中华民国的历史 在那边多次的谈到中华民国 一样的 不卑不亢 到了美国 也是一样 告诉他们 怎么样才是对世界有利 对两岸有利 怎么样才不会丢了美国人的脸 作为一个全世界领先的民主大国 科技大国 人文大国 今天美国都被这些人搞得 连台湾这种几十年跟美国坚定的情谊 大家现在都开始怀疑了 我们真的要跟美国交朋友吗 怎么来的都是这种咖 怎么每次来的就想要蹭台湾而已 每个都想要看台湾的钱 还有那个跟台湾的情谊 还有保存期限的 到2029年为止 还有这种朋友 所以咯 今天台湾有幸 中华民国还是有出一个真的是撑头的 能够上得了台面的前总统 不像民进党提出来的 要不然就是贪腐 接下囚 要不然就是只会去抱大腿 完全不顾国家利益 真的是一笔高下利盘 马英九在美国呼吁 不要让台湾成为乌克兰第二 而且两岸应该要和谈 为的就需要避战 结果却被刘世芳委员酸 他说有这样的总统 台湾也不需要大陆的飞弹威胁了 但是我们听听国防部长邱国正 在立法院的谈话 他被问到说 是否放弃了境外决战的战略呢 结果邱部长回答说 他看不出来哪里是境外 哪里是境内 两岸一旦开战 那台海周边通通都叫做境内了 所以只能够朝着避战的方向来努力 邱国正这样的说法 不是和马英九的说法 看起来是一致的吗 那就是要避战啊 按照民进党的逻辑 是不是 那等于是说邱部长 也在附和大陆的立场了 那么现在传出以色列 要在这个加萨走廊 来发动城镇作战 前舰长吕理事就分析了 他认为全世界其实只有少数的国家 能够逐家逐户搜索来打城镇战 而其他的国家 现在都是要打歼灭战了 那么现在民进党不断地鼓吹打城镇战 但是其实只要一开打 恐怕就是直接把整个区域 通通通都给炸烂 炸成了平地 还有机会打所谓的城镇作战吗 预防委员 这样 马英九讲这个 以乌克兰来跟台湾来做相比 某点程度来讲 它是对的 就是说你 美国其实现在一直 加强出售武器给台湾 其实乌克兰是2014年的时候 俄军占领了乌东 很大的地方 加上克里米亚岛 那有八九年的时间 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量地去帮助他 武器那都开始进去 军队的训练都来协助 而且每一年在靠近波兰 有个小镇 在那边进行演习 演习不只有美军进去 北约国家很多国家都加入 来演习 来操 来让他们做好准备 又给武器 又帮 又训练军队 还进行大规模演习 战争真的就爆发了 是不是 所以我是不反对 要军队要买武器 而且要买武器当然要买好的 而且要买新的 我是不反对的 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说要避免战争的 最好的方法是政治的手段 所以为什么孙子兵法要讲呢 要讲说不占了七人之兵 才是上策呢 最好的战略 必占的战略 就是不占了七人之兵 不占了七人之兵就政治手段嘛 就不打仗就可以让敌人 不敢派军队 或是不需要派军队来打你 那当然只有透过政治手段 那马恩九有资格讲这句话 马恩九的八年 给美国买武器 有没有买有 有没有像现在买这么多 坦白讲还差了蛮多的 可是那个八年是两岸 从李登辉执政以来 一直到马恩九那个八年 是最和平 两岸最和平最稳定的 那个八年 永康街上 四邻夜市 这个高雄的夜市 哪里不是充满着 大陆的这个观光客 两边的学术团体访问得很厉害 甚至双方的大人物也复访 那种战争的可能性就很低 对我们来讲 不战对台湾就是最好的爆炸 就是胜利 我到过以色列 我去过好几次以色列 我去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就比较国推 一到六日战争的一个英雄 那时候他是一个少将旅长 然后后来战争结束 还要当个中将 我就赞美 我说你们这个真的很厉害 你们每次打仗都赢了 这样子 六日战争也赢 赎罪的战争也赢 然后你们到恩德比 那个机场要救人子出来 也救我这么漂亮等等 他讲了一句话 最差的和平 最好的胜利 都不如最差的和平 因为你胜利你赢了 你还是死人嘛 对不对 那你和平的一个人没有死吗 所以你说是面子跟理智的问题 可是和平坦白讲 是面子理智你都会有 所以台湾的最高的战略指导 就是不要战争 所以你现在拼命买武器 你去学乌克兰 你有战争会避免吗 你要忘了军备竞赛 就是引发战争的 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 这讲到向战的这些问题 就城镇战 李李斯斯素养是不错的 我台湾讲我满赞 我还满赞美他 我现在要讲 其实加萨走廊 现在以色列对加萨走廊 也不是打所谓的城镇战 他现在是打斐灭战 他要打城镇战 要打巷战 他早就进去了 他才没有那么ban 我告诉你 为什么会打城镇战 就是守的那一方 守的那一方 没有能力在海上空中 广阔的平原去阻止 然后打败这个攻方 所以他不得不守城镇 那攻的那一方 也没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捕捉敌人 在空中海上 跟广阔的这个平原 把主力部队给签灭 所以最后大家就在城镇里面 打城镇战 双方都不得已 双方力量的差距 显然没有这么大 最后才会打城镇战 但是如果是很强大那一方 没有什么城镇战可以打 我就彻底牵面你 这是以色列现在干了吗 我给你炸 连医院都给你炸 你要躲到哪里去 当然他的地道 一定会维持相当的兵力 在地道里面 可是也不看你长远 这样的风炸 所以这个我要讲的一件事 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台湾 这个战争如果爆发会怎么样 要看中国大陆 想要用多大的能量 多大的能力 来打你 而且如果在很短的时间 集结最大规模的兵力 对台湾来打的话 那我告诉你 台湾的承受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 会非常壮烈 中国大陆会被摧毁很多的战机 军舰这些会被我们摧毁很多 因为我们的反攻飞弹的数目 是全世界跟以色列 是全世界最多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现在搞不好我们比他都还多 因为他最近消耗掉很多的飞弹了 是不是 铁琼嘛 所以中国大陆会很惨 可是我相信 乌克兰比台湾大多少倍 我想人人知道 把地图摊开来就好 不必算 中国大陆如果集结跟俄军 一样多的兵力 往我们头上丢一样多的弹药的话 你认为我们每一平方公里 可以承受多少 对不对 会比乌克兰所承受的 要多出十倍二十倍百倍 你认为我们可以承受得住吗 所以我还是要讲 买武器要买 不要让敌人觉得说 你很容易就被打败 他当然就打你了 可是最终要维持和平 要靠政治的手段 不是靠你要买武器 要买多少 你那武器买了比兵 我告诉你 你有那么多兵 可以使用这么多武器吗 我都怀疑了 真的 马金总统访美 提醒部分的美国政治人物 别想把透过台湾武器化 来谋取自己的选举利益 其实这些话 就是从台湾自身利益出发的 结果却被蔡政府说成 你是不是在附和大陆 但是马英九先前 到大户去访问时 不只讲出了中华民国 而且还大谈了中华民国的宪法 他到了美国去 也呼吁美国人 要正视台湾百姓的福祉 谢寒冰就问了 民进党到底谁有这种Gods呢 有哪一个人面对美国的要求 敢吭声的吗 郑行为你怎么看 我觉得民进党 很多的政治人物 碰到美国日本 就真的是变成儿子 真的就是这个状态 那我在想说 不要让台湾变成被武器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 完全正在台湾人民利益的角度 出发的 刚刚御方委员讲到一句话 我就非常的有感 他说最好的胜利 都不及最差的和平 我想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 都是希望和平的 可是问题是 国外的势力 美国他们在看待这事情 也许会有些 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些利益 在考量 跟我们台湾的利益 不一定一样 他对台湾民众来讲 我就最大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和平 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有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 总统他在讲这些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感的 所以他提醒 就是国外的人士 不要把台湾武器化 我觉得这是完全合理 而且我觉得是 应该得到全民支持的一个状态 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在两岸互动过程当中 我们看共激老台这个部分 从1999年7月份开始的时候 解放军他们因为 李登会提出特殊国与国的关系的时候 越过海峡中线 这个时候 我们的国军就开始减少到 中线以西的活动 那么从20年到2008年 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解放军他们飞行训练 本来都还在内陆 那么出海训练的时候 也都很少 很少有一些 比方说海空军协同出外训练的状态 那么可是在陈水扁在2004年之后 解放军都开始尝试 大编队的分批出海训练 那么到了08年到16年 马英九执政的时期 那个时候两岸大概是 这20几年来最和平的一个时候 当时大陆他们军机要到外海的时候 都还会绕过台湾 才到台湾的东边去 可是在2016年开始的时候 因为蔡英文整个两岸政策 完全的失灵 然后解放军他们开始公开的落岛巡航 这是以前没有的事情 整个围绕台湾这样在巡航 2019年的时候 共军他们大概老台 大概十架次而已 可到2020年9月17号开始 我们看到在国防部 他们的即时军事动态当中 对于中共的军机动态 有很明显的状态 我们看到这几年来 从2020年的时候 共军总共有380架次 就是老台 2021年的时候到950架次 2022年的时候到了1727架次 平均每个月有280架次 今年到现在为止 每个月大概有380架次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个状态 就是因为两岸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要追求和平的时候 坦白说政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而不是靠武器 而不是靠武器 不断地提供武器的一个竞争 去达到和平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治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马英九总统 就是提醒美国的部分政治人物 不要想把台湾武器化 我觉得这是完全站在台湾人民的利益去出发的 我觉得这部分应该要给肯定 那民进党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就开始抹红干什么 我真的觉得民进党一定要以台湾人民为念 不要碰到美国碰到日本的任何的意见 就完全像儿子一样 那我在想这才是真正能够符合台湾民众的一个利益 不过我们看到赖清德副总统前天 他接见了AIT主席罗森博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说要慎防以美论 先不说过去AIT处长孙小雅多次强调 有质疑是好事 这代表是有言论自由的 但是赖清德要大家不要以美 帅化民将军就质疑了 美国要台湾做刺猬岛围堵大陆 结果却不给我们像样的武器 这对吗 这不能质疑吗 而蔡政府为了迎合美国 把义务役延长变成一年 让我们的义务役难 要可能要到海岸去当守备队 而去面对最密集的攻击 那么都已经要求我们的民众 等于是可能为了台独要去打城镇战 难道我们还不能够提出疑问吗 那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个 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属地 然后总督来了 有人去告洋状 这很奇怪 我最听话的 我帮你守着 或者是说清朝的时候 福建跟台湾的巡抚来了 刁民 三年一小缓 五年一大乱 那种感觉 其实我是觉得说 没有错嘛 就是说人家AIT就是说质疑 这是可以合理的啊 怀疑就是一个最科学的 最理性的一个这样的做法 为什么不可以呢 亲兄弟名算上嘛 其实如果你念外交的 就知道说两国之间 如果要当好朋友的时候 两边的篱笆要围好 不然的话我们家的那个鸭 会跑到你们的那个菜园里面 去那边吃菜 或者是你们家的野狗 然后呢 就会到我们家的伯妹狗那边 亲亲我我 OK 这十八岁的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 从川普到拜登 忽然有大战略改变吗 战术改变了吗 然后呢 他提出来就是说 要所谓的不对称战争 那为什么不对称的作战 我们这边只是要有人 提出来质疑说 那你的不对称作战 到底是什么 所以每年呢 蒙特瑞加州的这个军事会议 就不准他去嘛 这还是你们赖清德的人啊 是你们蔡明信培养的 在国安会里面的 为什么不准他去 为什么不可以质疑 你告诉我嘛 好 OK 所以呢 我们甚至在讲说 到底买的那些武器 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我们刚才都一直在提到说 他们当过国安会的 这样的国家安全顾问的人 拿我们是拿什么样的武器 都不懂 AK-47是中欧东欧的 老共系统的 苏联系统的 他怎么搞不清楚呢 然后要打相仗等等 这些东西 基本上就把台湾变成一个焦土 甚至为什么要质疑 我们印象 我记得在希拉蕊 当那个国务卿的时候 有人 他就是建议说 是不是把台湾让给中国嘛 然后呢 那些国债就 就是一笔勾销嘛 然后呢 这个希拉蕊什么 Interesting Interesting是什么 还不错 有意思 好 我们可以考虑 还是你在鬼扯冷淡 你知道 所以美国在想什么 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最后关头 美国利益之上 谁都可以卖掉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多家 来看到 八月份赖清德过境美国 不止没有见到 美国的国会议员 就连AIT主席 罗森伯格都没有接机 被质疑难道是 美国的依赖论发酵 才刻意降低 姿态保持低调吗 今天来营的立委陈以信 在立法院就直询了 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就问了 如果台美关系 真的像你们说的这么好 为什么赖清德过境美国 没有跟任何的 众议员见面呢 结果呢 吴钊燮怎么回答 他说赖清德 要排什么行程 你为什么要管呢 就像侯友宜要排什么 外交部有管吗 我没有干涉你吗 你这说法很奇怪 首先赖清德是副总统 副总统要排什么行程 为什么蓝营的委员 没有知道的权利吗 再来啦 所以你的说法是说 侯友宜访美的时候 外交部什么都没有管了 一点忙都没有帮上了 一点都不关心 没有帮侯友宜 任何一点点小忙了 所以陈以信委员就说了 美国的参众议员 是不是不想见赖清德呢 吴钊燮就回答说了 当时国内事务很多 希望能够快去快回 陈以信就质疑了 可是问题是 怎么有时间看球赛 却没有时间见参众议员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当时不是po出了 跟这个肖美琴一起去看球赛的照片吗 好了 结果呢 吴钊燮就回答了 她说 人家要排就排 人家不想排 你要干涉人家吗 有排不会见不到了 可是耐心呢 他不只是总统候选人 他也是副总统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老百姓 不能够知道我们的副总统 出访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吗 那么按照吴钊燮的说法 外交部也根本没有对侯友宜议 访美提供任何的协助啊 虽然难道我们的外交部服务国民有分蓝绿吗 吴钊燮解释说 当时国内事务很多 希望快去快回 如果要安排一定会见得到人 可是怎么会有空看球 没有空去见美国的参众议员呢 立文 我觉得这个吴钊燮 他这个回答陈以兴的态度 很像市井无赖地皮流氓 不要说身为一个外交部长 完全不够格 就算是一个教授讲话 也不是这么没水准嘛 国会议员在立法委员里 在立法院里头正式地问你说 我们的副元首 赖清德在过境美国的时候 为什么见不到美国任何一个国会议员 这不是天经地义 非常理所当然应该要问的吗 你身为外交部长 你就不能够讲一句人话 什么叫做安要排什么 赖清德要排什么干你什么事啊 什么叫做赖清德要排什么干你什么事 他是副元首耶 那如果今天他出门了之后 陈以兴的怀疑是说 那是不是台美关系生变了呢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他当然可以问这是有关国家利益 你身为一个外交部长 那你有没有失职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那如果没有问题 你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呢 那外交部有紧急应变吗 哪里有像这种地体流氓方式 说干你什么事 什么叫做干你什么事啊 这里是国会耶 不然你可以不要来上班啊 你不高兴来回答 你不要来当这个外交部长啊 这个是真的是没水准到了极点啊 然后呢 更没水准的还是说 不然你们侯友宜我管嘛 什么叫做你们侯友宜 我们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是你家的吗 侯友宜也是堂堂的新北市长耶 也是台湾最大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耶 你身为外交部 所以你有在选择蓝绿的就对了 你要为所有中华民国的利益服务 你不是为民进党服务耶 所以侯友宜照理讲 柯文哲 这种重要的台湾的政治人物 到美国去访问 外交部都应该要协助天津地医的事情啊 什么叫说你们侯友宜去我有管吗 这讲这什么话 光是这句话你就应该要下台了 太不适任了 你是外交部长 还是民进党的外交委员会主任啊 太不像话了 这投资投了卡得这么拼了 不投资也比你有水准 真的有得见效 有得见效的见效 然后人家李贵明委员 问你为什么觉得没有必要撤侨 然后你还骂人家 反正我跟你讲 民进党就是这样啦 他也不演了 他也不做功课 像这种一定会被问的嘛 你今天到立法院 这是一定会被问的嘛 你早就应该要准备好 一个说帖 一个说法才对 你就不能讲点人话吗 来这边也不想 然后呢就耍无赖 只要不是捧你的 只要不是帮你的 就是找人家对骂 那就是建设当时 没干嘛说的 没干嘛问的嘛 问了也讲不出来 然后就用这种 地皮流氓式的方式 在国会谩骂 这个你怎么领导 你在我们外交部 上班的公务员 在台湾都是精英 都是很优秀的人才 让你这种外交部长 在上面的领导 你不是把我们的外交部 都搞坏了吗 然后果然你看 那个是不是要宠幸一个 翻译歌 连萧美琴都不想用它 马上就把它扫地出门 这种外交部长 国之悲哀啊 我们看到 包括了尾巴冲突 不断的升温 可是我们的外交部 却被认为说 不管你是旅游警示 登号还是撤侨 怎么好像都比别人慢半拍 立委李贵敏 今天也就直询了 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提到说 以色列撤侨的议题 询问在紧急状态之下 外交部是不是有 因应的措施呢 还有尾巴战争 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 李贵敏委员说 尾巴冲突 外交部 现在撤侨被认为慢半拍 美国10月17号 就有一千个公民撤离了 你真的认为 完全没有必要撤侨吗 结果吴钊燮就回答说 目前尾巴战争 没有影响台湾 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 别人都撤侨了 你一句没有影响台湾 就轻轻带过 然后持续关注就好了吗 所以李贵敏委员很生气 他就说 你这样真的是 无能无为 无知又无感 结果吴钊燮生气了 他说你人身攻击 我反对用人身攻击的方式 请道歉 所以一个被质疑慢半拍的 外交部长 现在变成是质疑立委 人身攻击 直接要求立法委员要道歉了 先前吴钊燮告诉大家说 没有必要撤侨 结果话一讲完 美国就马上撤走了 一千多个民众 这样到底算不算是无感呢 而吴钊燮任内 已经断交了七个邦交国了 李贵敏委员批评他 无能 这算不算是人身攻击呢 郁方元 这是很少见的 这民进党的这些官员 在立法院的态度 是真的越来越雄悍 越来越雄悍 回答这些国会议员的这种 在一党国会议员的直选 那反应是非常不客气的 我现在讲 我看过美国的 这个行政部门的官员 国务卿 苏之当国务卿 雷根总统的时候 他讲过 我所看过比较强硬的话 那就是因为有个听证会 你记得伊朗门事件吗 伊朗门还有卖武器 然后去援助 你加拉瓜的 这个反共游击队 这事情闹得很大 因为美国国会 没有批准这个钱 你自己竟然可以拿武器 卖了赚了钱 然后去帮助 这些游击队这样 所以有一个在开这个听证会 有一个国会也就讲了不少话这样子 苏之大概觉得不太舒服 他只有讲一句话是什么 那是你个人的意见 他只敢讲到这样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他好凶案 那是你个人的意见 你今天吴钊燮 了不起你对李贵民讲话 你不在乎你说 那是你个人的看法 委员 我认为那是你个人的看法 了不起不就这样子吗 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对这个立法委的咨询 就表示我完全不赞成你的说法 你今天怎么 我听说他也拍了桌子 你这边没有写出来 没有拍桌子的画面 我听说他今天是拍了桌子的 OK 然后他接着去 去说这是人身攻击 那我要请问你 他对你有做任何人身攻击吗 如果今天他攻击你或你的家里人 私德的问题 私人的行为的问题 这些 这个他叫人身攻击 尤其这个攻击的东西是无敌放尸 那更是不应该讲 可是今天他攻击你是因为 你在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上要处理 全世界各国纷纷撤侨说 台湾无所作为 那李贵敏认为这样子不应该 那吴钊燮你就具体力争嘛 你由本来是可以讲到李贵敏没有发现 就是说还有哪些国家都没有撤侨 我们在那边的人数可能只有十几个二十个 譬如说这样子 所以不会有问题 可是我们都跟我们的 以色列代表处都紧密的跟他们 这些台湾在那边的侨胞紧密的联系 随时有需要我们都要协助你 可是前阵子不是人家要求代表处协助 说买机票 结果有碰一笔之灰嘛 所以你要怎么说 然后你的记录也不是太好 断交部长 你要不要看 索西达 大家来看看嘛 看看我们的危机解密上面怎么写的嘛 看看怎么写你嘛 不就是写断交部长嘛 对不对 所以你因为你自己上来的 你的政绩并不好看 你今天在立法院有态度这么强硬 我告诉你 你是很好 你是刚好运气不做在台湾 民进党为首预委保护了你 你要在任何国家 执政党都保护不了你 你这个部长马上被认为藐视国会 马上会被认定为 是不受国会欢迎的官员 你从此进不了国会的大门 你这个外交部长还做得下去吗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党 我不要让他执政太久了 执政久了以后就是狂妄自大傲慢 你吴钊燮也是学者出来了嘛 我们当学者我们大家都认得嘛 尤其都学国际关系这一行的嘛 很难想象他有一天会变这样 当然他一向都很有个性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学国际关系的 他是比较政府的 这样子是吧 好那没关系啦 所以我要说就是说 立法委是代表人民监督你 你如果对他不满的话 你也不应该拍桌子 然后这个说是人身攻击 那这样子人家没有办法直选了嘛 那你以后未来就是立法院改为立法局就好了 就放在总统府底下 直接这样子 好不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投家 王红委委员踢爆出 卫福部花了4.7亿 向厂商采购502万剂 韩国的歼8底快筛 结果却发现这快筛 根本没办法有效的侦测病毒 因此呢要求退款 但王红委员质疑卫福部 因为害怕厂商退款要发布重讯 会让黑心快筛流入市面的消息曝光 竟然又同意厂商说 那你换货好了 而且呢还因此就交付了违款 气得他说要告发卫福部图利 那么现在机关署承认 确实是有163万剂的劣值快筛 都已经被用掉了 而后续的处理方式是 未使用的回收换新 已经使用的不付款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政策委员 因为你当过议员还有立委 你有听过政府跟人家签约了以后 厂商出包 政府不但不求偿 而且用掉的还不用付钱就可以了吗 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对163万剂的劣值快筛 那不是让我们的国家出现了破口吗 结果还不用跟他求偿 这实在太荒唐了 就是我在想说 所有的政府采购 其实都有一个采购法去约束 那如果违约的时候 你其实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 罚款的一个程序 那现在竟然要让他们就地合法 你知道吗 换货这样私底下换货就地合法 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乱七八糟 就是采购法要建立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现在的时候 他们不断地在破坏这个部分 然后以一个在疫苗过程 疫情过程当中 用EUA这部分 去突破很多采购法的一个限制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发现了 这个快筛完全没有效果 没有办法侦测到病毒的时候 那当时为什么会让他通过 这EUA的部分 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碰到问题的时候 没有要求他们赔偿 退款我觉得都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赔偿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容忍 我觉得都是不应该的事情 那么现在还要让他们就地合法 让他们私底下去换货 然后把这事情给盖掉 我真的觉得这个民党政府 这是乱七八糟不行 我跟大家就是整理了一份资料 就是说在这整个疫情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专案进口的快筛 大概有二十几家 有争议的就有九家 我简单跟大家讲 就是BD 当时他输入那个入制的快筛 然后新副委 就是负责人违反采购法 然后他们的董事之前给绿营的政治现金 然后高登最经典 小吃店 两百万的一个资本额 承揽到十六点五亿的一个案子 所以大家现在在讲快筛 都在讲高登 那洪朗状态的时候 他就是登记在屏东的一个老透天 一个偏荒郊野外的地方 那么英斯瑞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前身是游戏商 资金不足 董事长拿着EUA去外面找资金 然后再去分论 完全乱七八糟 然后EU科技的时候 混用入制的快筛 然后标美国制的一个状态 然后大新这个部分 就EU的前执行长的时候 后来再成立一个大新 然后去递交EUA 用十天就批准 这如果说不是有特殊的一个关系 怎么样用十天可以批准一个新的EUA出来 那么这次讲到的 升仓跟加索这个部分 因为整个金额 升仓这边三十万剂的时候 有两千八百五十万 那么加索这边生意的时候 是五百零二万剂 有四千 有四点七五亿 这么大的金额当中的时候 后来被爆出是无效的一个快筛 结果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竟然是要用这样子 糊糊的 好像没问题 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没有 就是为民众负责的一个政府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他用掉了一百六十三万剂 说实话 这一百六十三剂用掉的时候 如果当时是因为这一百六十三剂 无效的快筛 误导了民众 那让民众产生了健康上面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损害的时候 那谁要来负这个责任 民进党政府不是说 你假装你现在没有效的不用钱 好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不用钱的时候 你可能对民众的身体健康 是产生很大的一个伤害 不是说你不用钱 好像事情就没有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完全违反了我们的采购法 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够 让他们就地合法 好像事情这样就可以掩盖过去 我觉得一定要追究到底才可以 是 现在爆出政府 竟然买到了劣质快筛 最后还认赔了事 就让大家想到 过去我们不是因为 为了要让政府防疫好做事 当时给了八千四百亿的防疫 特别预算吗 结果后来要疫苗没疫苗 要快筛缺快筛 角色过程好像大搞黑箱 而采购合约还封存三十年吗 就连紧急采购快筛的得标厂商 也被发现像是 有一些倒闭的游戏公司 小吃店等等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很质疑 那你八千四百亿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执行报告竟然只列出了大项目 完全没有像一般的预算书一样 揭露整个计划的科目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细项 跟资金的流向 结果现在竟然就爆出卫服务 买到了劣质的快筛 而且还打算要放水 用国库的四点七亿来掩盖它的疏失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振风老师 那八千四百亿的防疫预算背后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黑帐 我们不晓得像刚才快筛是两百万的资本额 那那个淡的超市是五十万吧 如出一策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不同的派系 然后不同的地盘等等 然后就借着这个特别预算 我也想到说前参基础计划 那那个新竹的那个球场需要用特别预算吗 那些如果是固定的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就是上下其手而已嘛 连用钱都不会用 坦白讲 要执行预算都不会预算 所以那到底这些 所以表示说这些有办法 这些人到底是白手套还是潘 对吧 表示说他没有那个专业嘛 但是他可能红就是关系特别好的 一定有什么样的 我们不知道的 那刚才在讲说 他到底是给的预算书里面 有没有揭露 他现在是民进党是 他嚣张到极点 不是在骂我们而已啊 那上一次我碰到 李贵明委员就在讲说 他就拿了三张A货的 我说你三张A货 你是在野党 对你还不错呢 我听到一个民进党 那个抱怨说 只有A货还没写满 A货还没写满 那嚣张到极点嘛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表示说立委 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骂我们国民党 在野党 我说民进党立委自己自我矮化嘛 OK你是民选出来的 你应该是监督的嘛 你的提名是要靠小英吗 还是怎么样啊 你说这部分区 我还可以理解 对不对 所以我不禁要提到说 像我最近忽然就是去庙口开杠啊 然后我只是觉得说很奇怪啊 为什么这几年 这几个月里面 我们美国跟加拿大忽然窜身 尤其是美国窜 你知道从2020本来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大概是 你知道那个公投嘛 就是平下没有人要买 那忽然窜身起来的 那我们当然讲说 大概就是因为补贴嘛 这几个补贴嘛 然后为什么要补贴 是不是背后有什么东西 美国来还是怎么样 比如说AIT的那个来了嘛 我看到那个旁边的那个 我刚才看就是那个有朋友给我看啊 那自查时报里面就讲说 他来看什么 他来督军啊 都说你们的立委到美国去 来牛跟来猪都没事 为什么回来的话 你知道啊 要公投 你知道他很生气啊 你知道吗 所以我是想到说 以前我们在大学 我们同学他们家 他们家有在种菜啦 然后他爸爸跟他讲说 你去美国吃 去北部去念大学吃自助食餐 最好不要吃叶菜 OK 所以你在想说 有可能美国是不是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个农业部会气急败坏啊 我发现说 人家加拿大自己是输出猪肉 很多 为什么美国输出几个大国 中国 墨西哥 然后呢 日本 加拿大 加拿大自己在输出猪肉的 为什么第四大国是给加拿大 我是高度怀疑啊 所以这两个肉 为什么混在一起 都是安格尔萨克森的猪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啊 我是何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要这样子 然后你看到卫副部长说 七年后你们都知道 怎么那么嚣张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哦 上一次赖清德到中山大学去座谈 被女学生质疑说 你哪儿贪腐 如果你上台你要怎么解决呢 结果呢 提问的学生被网友绕搜啊 网军还批评他没做功课 现在赖清德到了这个阳明交大 被问到了社会住宅的问题 学生们可是把数据查得一清二楚 甚至还点出赖清德 你在台南市长任内连一户社会住宅都没落成 要求赖清德应该要提出执行的细项 讲清楚具体的做法 结果赖清德不但说 哎呀我们就是多元化 还是没有讲得很具体 结果反而还跟对方说 明年520你去看一看蔡英文任内 最后一天新建发包 有没有到12万户 没有剩几天啦 有可能达到12万户吗 所以赖清德是觉得我们的大学生知识很浅薄吗 预方委员怎么看 其实赖清德如果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他先回答一下 他这位女学生问了 他在台南市长任内 没有完成一户社会住宅这件事情 他有个答复 他该道歉就应该有所道歉 而且要解释 为什么你一户都没有完成 因为难道你台南市不需要社会住宅吗 每个人的博明所得这么高 高到自己可以买房子 不需要住社会住宅吗 显然不是嘛 那你赖清德有义务要出来解释 尤其现在是对你是最重要的时候 你非说美不可 台湾就是因为媒体的原因 有的媒体就会追下去了 但是像你们这样的媒体 在台湾家就是很少嘛 都是绿的 都是出油的媒体比较多嘛 所以就没有人在追了嘛 所以蔡清德第一个他就是狮子 真的是狮子 作为一个总统候选 他没有办法逃避的 这位女学生她是很勇敢的 其实她是既把剑射的蔡英文 另外一支剑其实是射赖清德 就是表示说你自己在台南市长的时候 你自己一副都没有完成 你欠人民一个道歉 欠人民一个说明 那那清德没有说 就是表示他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第二他讲到蔡英文问题 他显然对三位住宅完全没有研究了 否则蔡英文的政绩 应该是要变成他这次出来竞选的一个 很重要的利多的消息 利多消息的运用才对啊 显然他没有 或他知道蔡英文根本没有完成什么 所以他呢 就只好讲说 你到他明年的520的时候 再看看他有没有完成十二万户 那讲这就表示他也不敢替蔡英文背书 你知道 他可能 我觉得他大概知道蔡英文其实 社会住宅的成绩单是很难看的 所以只好假如你等到520 520已经换政府了 换人做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就是你上去 或者别的总统候选人上去呢 那你自己有义务替蔡英文辩论啊 辩父啊 因为你是他的副总统啊 你又是在民进党的党主席啊 那你是民进党推出来总统候选人啊 你应该说蔡英文目前大概是多少 他如果没有做到的地方 你也要替他解释啊 显然耐心的不了解自己 也不了解蔡英文嘛 针对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嘛 就这样子嘛 你什么都不了解 你出来选什么东西呢 我都搞不清楚耶 对不对 然后我看了一下 去年的 大概是7月的时候 去年7月 那个我看了一篇 那个游淑会讲了 那个引用的那个资料 游淑会讲的资料就是这样 他说蔡英文到去年 我要讲的是去年 去年为止 大概是7月间为止 他说真正社会住宅 蔡英文完工了 是2907户 而且多是林口四大院的选手村 选手村 那个盖完了以后就变成社会住宅 然后那个是怎么样呢 是马政府时候核定的计划 也给了通过了预算 然后郝龙斌的时候招标 然后呢 柯文哲是掛条件 他只有在他人类完工了 所以这个严格讲起来 也是台北市政府的成就啊 怎么会被你变成你蔡英文的功劳了呢 现在民进党政府出来说 他完成了多少多少 显然就是把这个2907户 林口四大 四大院选手村 台北市政府的议算 台北市政府的计算 这个计划 台北市政府通过了 台北市政府发包 然后执行完毕了 结果变成蔡英文的这个政绩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说一个觉得要跟人民在一起的震荡 口口声声南民第一的政党 南民非常注意的十一柱形这个柱 你都没有帮他做了什么东西 你现在呢民进党总统是如此 现在要代表民进党出来选总统的也是如此 台南市的社会住宅零 蔡英文的全国的社会住宅 是别人的 掠夺别人的美丽 所以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就是说选民大家张大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